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只明星和明星撞脸 我们身边的普通人也会不小心和明星来个大撞凉 那么一落民间的那些明星脸都在干嘛呢 不说出来你绝对想不到 吴亦凡看这个卖奶茶的小哥哥不正是翻版吴亦凡吗 这可是一个网友去买奶茶 无意间撞见的 仔细急问原来是奶茶店的工作人员 小哥长得这么像吴亦凡 想必这家店的生意一定因此或报告 霍建华这可不是霍建华在拍戏 而是一个高中生偷拍的自己老师的照片 无论眼睛眉毛鼻子嘴巴 是不是都神似霍建华 而且貌似还是年轻版的霍建华 如果读书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老师给我上课 我肯定天天早起从来不旷课 迪丽热巴近几年经常爆出什么都将稀释 菜场女神一类的民间美女 可是壮脸迪丽热巴的还是头一次见 居然还是烤得一手好 羊肉串的小姐姐 想想由胖迪做出来的烧烤 就算吃一串也是心满意足了 谢霆锋 很多人知道谢霆锋会唱歌 会演戏 会做饭 没想到居然还会送快递 其实这真的只是一个快递小哥 居然和谢霆锋留的发型都一样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谢霆锋跑去体验生活了 秋泽 无独有偶 还有一位快递小哥 被网友发现场的吉祥台湾男星秋泽 不知道明星脸们是不是组团去送快递了 看小哥这一举手投足 倒是业务很熟练 有幸被小哥服务的人 心里该乐开花了吧 王宝强看这位贪奸病的大姐 是不是似曾相识 那你 这不是王宝强吗 不在唐人街探案 居然跑到大街上来贪奸病了 还砸起了马尾病 你确定不是王宝强失散多年的姐妹 Angela baby 看这个笑容灿烂的妹子 是不是跟Angela baby 长得像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其实 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工地小妹 将照片发布到网上后 才被大家发现的 同样一张脸 拍一部戏拿八千万的片酬 工地小妹却在搬砖 这差距也太大了点 林志颖乍一看 这不是不老男神林志颖在卖橙子吗 但人家真的只是一个卖橙子的大叔 眉宇之间跟林志颖真的有几分相似 这样的颜值却在卖橙子 不考虑自创品牌自己做代言吗 彭于燕不过最惨的 却要庶民间的彭于燕 大家都知道 彭于燕那么阳光帅气的隐形男 却跟路边的乞丐小哥撞了脸 告诉我 这真的不是彭于燕在拍戏 揣着这样的颜值却成了流落鸡头 需要乞讨的流浪汉 吓得饱饱 我赶紧照照镜子 忽然觉得自己挺成功的